大哥 英子你好 像我们女孩子过去那边有什么问题吗 一般什么没有什么问题 那边民风的话其实很淳朴的 关键是你如果到晚上的话 人少的地方 天黑的地方尽量别去 就没问题了 我这样一说天黑了 那晚上住宿怎么办 住宿啊 那边每个县城啊 都有一种那种小旅馆 老沃人开的那种小旅馆 嗯 价格也还合适 这样来到了这边想嘛又想去 但是有点担心 毕竟我是个女的 我一说要去老沃我姐姐 要我姐姐不要去 没什么大问题 你只要晚上不要天黑的地方 黑黑的地方人少的地方尽量别去 你就没大问题了 大哥像像我们如果过去那边 拍点视频 不会要紧吧 拍视频啊 你如果去乡下拍的话 一般问题会比较严重 这么严重 对因为他们老沃新出了一个规定 就是说 在农村的话不能够随便拍视频 就是这样 现在这么严格了 对 我看以前 嗯 高爷在那边拍 他不也就是拍的 高爷不是发生危险了吧 你们应该也知道啊 对吧 还有那个小马一天高 高爷被抓了 马上都不拍视频了 直接回来了 所以我们没去之前先把底细摸好 我们也怕呀 特别是我们一个女儿子 如果过去干嘛更怕 主要是他们的那些帽子说说啊 呃 对这边抓的比较严 对吧 因为中国人在那边就是行走的人民币 就是这样 具体情况 我叫我们的金牌翻译 大雄 来说一下 大雄 嗯 过来 他们先了解一下你们老公的情况 就是说拍视频那边怎么样 那边呢 农村的话拍视频比较危险 因为那边 他们管不调研 不允许去农村里面拍视频 被带走的话很麻烦的 因为那边农村呢 就是有个欣赏 所以不允许去农村拍视频 去玩还是可以的 玩的话可以 你去玩的话没去 但是不用去拍视频 不拍 就拍照片自己拍照片 拍照应该也没去 但是不用 不拍别人就好 不能拍别人 你不能够拍那些他们的人 假设我们自己拍都要 拍自己也没问题 哦 还是考虑一下 因为我姐担心我去 你打算去那边啊 来了这边走 想去玩一下呀 是的 那你 嗯 也可以 就是家的人会担心 哈哈哈 行了我们也了解了这么多 还是考虑一下去不去吧 我一个女孩子也害怕 那边呢 那路也不大好走 你去农村的话 一个农村跟一个农村 离开的很远 对 对 而且路很不好走 就是那种泥巴路 嗯 路很不好 也不是说泥巴路他们的石头路 石头路颠不颠不颠很厉害 嗯 很难 你这个车子都开不了 还开车都去了 要是不开车去 还给你开车都去 不敢开车去 嗯 现在老窝 要到了雨季的话 去农村的话 就很麻烦 哦 现在他们五月份 五月份 到雨季了 老窝 他们那边专门下雨 就是三天两头下雨 这么多雨时 因为老窝那边 封雨季跟旱季嘛 冬天的话 就是基本上很很少很少下雨 就就隔每个多远 一个天都感觉要变那样 就他们那边就 就封两个季节 一个旱季 就是这样的 哪个天气还是好 冬天下雨 下那个吗 像雪吗 他们那边 哪有像雪啊 常年穿短修 我哪里来的雪啊 他们那边也热 跟这边一样 跟西藏板那这边 有点像 气候有点像 但是他们比这边 还要稍微热一点点 热一点点 那边天气还是挺好 没 你自己考虑一下 考虑考虑 这期视频 我也问了那么多 先考虑考虑 考虑好了 再确定 问问家里能同不同意去 不同意去 我就不去了 这期视频 我们就跟大家到这 拜拜